昨天有朋友問我 阿基里事件發言 用什麼樣的姿勢可以做開 我本來建議的是 就是抓著對方的 懷關節對打的 打前打後的 今天 做開這位先生的 懷關節部分的 主要增生的沾黏之後 慢慢帶動了一個 可以自我療癒的一個方式 利用這個方式 可以解開懷關節上面的沾黏 這個有點像打排球的魚躍 這樣子慢慢做開 當然如果有加上 能夠同時 解開中心點 腰椎 低骨 尾椎 如果同時能把這個中心點解開 那麼 它做懷關節的意義 會更重 會更有效率 好 慢慢鬆了 再把它拉出來 放手 這邊放手 各位看到 我現在要推它的 咳 咳 凱骨一帶 咳 咳 後上級 還有包括坐骨 已經好推很多了 這位先生本來說 他連坐椅子都沒辦法做 是因為他坐骨周邊的神經 有嚴重的壓迫 透過剛剛這個動作之後 整個腳筋已經在鬆很多了 來 再做一次 這樣就是鬆動整個踝關節周邊的肌肉粘連 多做這個動作 相信對阿基里事件發言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 謝謝 這只能說是剛剛的那個高級版 那位小姐問我 怎樣自救阿基里事件發言 我本來說沒有辦法 各位這位先生 剛剛我幫他做完腳踝一個階段之後 自然出現剛剛前一段的 前一段的動作 再把它做開尾椎腰椎之後 現在出現完全交叉式的 這樣子就更逼向正中央的部分了 更逼向解決中軸骨了 各位不妨自己玩玩看 開眼神 這樣 我們就幫你 要看 好 阿基里事件 媽